你们小时候被人起过歪号吗? 我小时候啊,别人都叫我面条妹 因为一到秋冬季,稍微受点凉 鼻子下面就挂着两根大面条 大家好,我是米奇 因此同学们都笑话我 是地主家的女儿,每天带着面条来上学 这个时候,奶奶就会给我炖一碗汤 喝了之后,同学们也不敢笑话我了 今天,我就把这碗汤的做法分享出来 家里有孩子的朋友,值得保存瘦伤好 也许哪天你也用得着 首先准备几颗野生山核桃 用清水把它清洗干净 然后把它敲碎备用 没有野生核桃的,可以用紫皮核桃代替 再准备一把红枣,放入碗中 加入清水 洗去表面的灰尘和脏东西 再用剪刀把它剪开 去核备用 准备一小把黑豆 同样用清水清洗干净后,捞起备用 再准备一小块生姜,切成薄片 一节大葱,斜刀切成小段 切好后放入碗中备用 再把敲碎的核桃倒入炖锅中 依次加入黑豆 红枣 姜片 再加入一块老冰糖 然后加入三大碗清水 盖上盖子,大火煮开 煮开后再转小火,继续炖煮一个小时 最后再加入葱段,炖五分钟左右,关火 这样一道营养又健康的小癌暖身汤就做好了 秋冬季节,早晚温差大 很多孩子都不知道如何穿脱衣服 有心的朋友,记得保存收藏好 必要时能给你省去很多麻烦 觉得我的分享有用的 您就转发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